- 張華縣政府積極推動公共化教保服務,向教育部爭取補助設立公共化幼兒園,目前先內已設立21家非營利幼兒園,17日上午在西湖鎮胡錫國小舉辦聯合接牌典禮。 - 二、一,請接牌! - 張華縣政府積極推動公開,今天中華館有12間附設幼兒園,跟5間非營利幼兒園,最火來開幕。 - 那2到2歲的專班,總共有增加到17班,讓我們多了300多的孩子,可以在優質平價,好的環境來做公共托育。 - 所以,減輕我們年輕人的負擔。 - 現在呢,在我們的這個負責幼兒園是免費的。 - 那如果來到我們的這個非營利幼兒園,第一胎是2000,第二胎是1000, - 所以幾乎已經呢,家長不太需要負擔。 - 來到這裡,老師的職能很好,還有很安全的空間。 - 我在這裡特別感謝我們這些學校,提供給我們這麼好的一個場地。 - 讓我們能夠呢,為我們青年朋友,來做這個幼兒的一個部件。 - 零到二歲的這個部份育運中心。 - 今年,管政府會完成三間。 - 明年會有十五間。 - 這樣呢,銜接到二歲專班。 - 我們站在那裡後,未來的年輕人,認真的。 - 打拼手,認真來逃生小孩。 - 國家來體力來刺。 - 弘先生,我剛才告訴我們姨媽媽那種的用心。 - 你現在利用我們這個學校,現在已經少子化。 - 而且那個學校檢班,有些學校的資源來, - 用心來開辦這個公共化的幼兒園。 - 我們知道我們體育營的,有在我們既溫蘭國小, - 我們體育營這是第二樓。 - 非常感謝我們王縣長,他善用這個資源。 - 而且呢,我們幼兒園的這個學校,這個主委, - 依助我們的這個學校更加優質。 - 今天很高興是我們這個胡錫非營利幼兒園, - 跟另外16所的公托的兩歲專班的這個接牌典禮。 - 那我們縣府非常用心解決這個家長的這個托育問題。 - 所以開設兩歲專班,讓家長可以放心的上班。 - 讓孩子可以在我們廣闊的校園裡面快樂的學習,健康的成長。 - 縣府向教育部爭取3788萬5000元補助經費。 - 改建公共化幼兒園及增設兩歲專班。 - 目前已增設17班兩歲專班,共332名幼兒。 - 預計112年再增加9家費營利幼兒園計29班。 - 減輕青年爸媽的負擔。 - 公益頻道林毅俊,西湖採訪報導。 - 公益頻道林毅俊,西湖採訪報導。 - 導致